9月8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公布消息称 卡尔文森号航母已经进入南海 并于9月5号 9月6号连续两天进行了舰载机放飞演练 这是美国海军时隔近两个月以后再次进入南海 值得警惕的是卡尔文森号航母首次搭载了一个中队的F-35C战机 和CMV-22B鱼鹰悬一级在亚太地区部署 同一天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美济交临近海域 令局美国星条起报9月3号报道称 数量不详的美国空军B-52战略轰炸机和大约230名空军人员 已经被拍网关到安德森空军基地 美国空军还表示日本多架F-15战斗机和印度尼西亚多架F-16战斗机 先后在太平洋上空与美军B-52轰炸机进行联合训练 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也开始纷纷升起战力 据韩媒7号报道 韩国数天前用新型国产潜艇成功试射一枚国产潜射弹道导弹 而韩国现代重工已于近日与英国国防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 计划共同建造韩国第一艘轻型航母 8月31号公布的日本防卫和预算报告显示 2022年度日本防卫预算申请总额 以2021年度增加2.6%将实现10年涨